我们每一天都要用电 电有所不在 有电的地方就有厨 有厨的地方就有电 不过他们的三星一个很趣味的好意 我们给他们做的杂品好意 我们先来想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时候 要怎么做才不会是聚聚的 这 几种方法 想看看 有一个比较安全的 第一个 比较适合的车 先来第一个 别说到我 别说到我 第二个 抓狗铁 我在肉体的旁边就对了 第三个 比较像我 这样冬离冬的时候 他就会先说到我 说到我 第四个 比较车里面卖出来 现在 给大家来看看 要选哪一个 没有不对 比较车里面卖出来的 是最安全的 在那里 有做过一个时间 他们先創造一个 丹铁公的环境 然后 人坐进去车里面 再用鸡铁 对车里面放开 对这种度 我们就能看到 在车里面的人 他完全没问题 这个时间 可以让我们了解 丹铁公的时候 比较车里面是最安全的 是怎么会这样呢 在那里 没清楚这个问题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 跟丹铁公关系的 基本体系 丹 有本人就 有质丹 和负丹 两个东西 那是车铁公的电 他们就会 好胜太贴 这 叫做 铁铁公的 那是两个东西 车的是不一样的电 他们就会 keep做会 这 叫做 伊心胜脚 基本的官僚介绍了 我们来想看看 头前我们所说的问题 在安全丹铁公的事情 比较车里面是最安全的 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解释完音 我们要来介绍一个现象 叫做杂铁公的 有一个金属的铁铁 那有负丹靠近这个铁铁铁的时尊 人家贯助外面的电量有改变 它就会改变自己 架负电的围定 来提供外来的变化 让人家里面不需要影响 简单来说 就是 外面电源的改变 会对来到造成影响 这个道理 还可以用于进行的铁 那就是因为车铁铁铁铁 我们密的车里面 这最安全 再来想看看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吉他这种实力 相信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你说电话说到一半 小铁铁铁铁铁里面的时候 电话就不通了 最后又叫你拆他的电话 对这个铁铁 我们就能发现 低迷光雾 不只能动战 就能帮电市场 这个车的管理也恒 Canada 应用于电池楼的上面 电池楼的力道 俩带到电池楼的附近 都没有点營增 这就是刚说的是 那边的道路 再來這張圖是2008年 北京歐文的交往修體友館 他在去的時候 中條紮兵好營 他的外面是用金銷座的 這樣就可以保證說 萬不然他去給理工講到 理由我們可以保護 來對幾萬的觀眾的安全 第一上就是我們簡單的介紹 感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